这个台风在今天上午11点已经增强为强台了 现在开始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影响台湾非常严重的时刻 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县市政府宣布 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了 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其实从新竹以南 包含了苗栗 台中 南投 彰化 云林 嘉义 还有高雄 屏东 东部地区则是花莲 宜兰跟外岛的金门 现在都已经宣布明天一整天是停班停课 至于还没有宣布的县市包含了鸡北北桃 以及台南地区都会在稍后晚间8点的时候公布 还要提醒大家现在开始是绝对不可以出门的 因为除了风雨越来越大之外 各地的瞬间强阵风也很可能釀灾 好比说台风可能登陆的地点 在宜兰跟花莲一带 它的瞬间强阵风会到13到15级 西半部地区也有8到10级的强阵风 而现在正面临的是年度大潮 一定要慎防海水倒灌 气象书还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在接近台湾的时候 一度呈现了V字形的路径前进 以路径上来说是比较诡决的 一定要防范台风远离之后 还可能有西南气流会带来好雨 强烈台风凯米目前中心位置 已经非常接近台湾陆地 在过去几个小时 它的路线是比较有点摆动的运动 目前持续观察它未来的一个动向 而我们预计从今天即刻起到明天 都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显著的时间 强台凯米进入台湾前 路径成非自行移动 带来雨势也影响台风动向 受到台湾地形影响 中心的位置有略为往南偏移 并且速度减慢的状况 因此估计有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内 台风的中心就有机会进入台湾的陆地 那这样子的话 雨的这个情况就会下得更多 尤其是这个大台北基隆 宜兰这一带的这个影响的时间 也会变得比较长 强台凯米和2009年 莫拉克台风同样都引进了西南气流 也担忧会不会像当年一样造成严重灾害 莫拉克台风的西南气流的这个规模就非常的强 因为它是三个台风 它处在中间的位置 移动的又非常慢的情况底下 就导致当年的这个雨量下得非常的惊人 那这个凯米台风目前看起来它的规模 是没有达到当年的莫拉克的程度 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期 请民众提高警觉注意安全 大爱新闻 古亚琴 张略嘉 台北报导 大爱新闻